朋友们好,今天来聊一下二手手机行业的一个状况 很多一些门外人一听说到火墙北就是一个翻新机组装机的一个市场 其实兄弟们要抛开之前的一个看法 二号在火墙北帮兄弟们淘机几年了 经常都是只做一些原装机 其实很多兄弟他不是排斥二手的手机 是排斥二手的水泰深 为什么呢? 因为机器拆收过了以后非常的不耐用 经常会出现很多的小问题 其实不然 我们对市场的档口一清二楚 我们不会去拿那种翻新机组装机大货机有锁机的档口拿货 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小群体经常会聊天 哪个档口机器怎么样做什么货色的 我们都会避兴那些不好的档口 或者说卖的机器不好的 我们也不会拿给客户 因为兄弟们怕售后 阿浩更怕售后 因为阿浩这边也是自保一年的 好的一个二手机 经得起时间的一个推敲 阿浩在华强北这边干了数年了吧 可以来说只要经过阿浩手里的机器 一百台不会出现三台机器售后 因为帮兄弟们拿的机器都是要经过深度的检测以后 才会发给粉丝们 而且机器都是有自保的 如果机器不是非人为的话都会自保半个月 可以退可以换 像我手里的这些13Polo 128G的性能小刚报呢 妥妥的接替了iPhone 8 Plus的一个低位 13Polo 128G现在90效率的行情已经跌到了一个35张 256G的目前已经来到了一个39张 差价不大 大家入手苹果的手机呢 一定要入手旗舰机型 像基础款的苹果12 13这种机器呢 大部分是小姐姐或者是学生仔在用 因为13Polo这种旗舰机型呢 它有120赫兹的一个高刷 还有边框材质 屏幕材质跟基础款完全的都是不一样的 苹果手机是出了名的耐用 如果喜欢这种小屏幕的手机呢 千来块钱的一个预算 不是对新款有特别高的一个追求 其实这种13Polo跟14Polo跟15Polo 其实用起来都是差不多 在性能过剩的一个时代呢 再加上现在的一个经济萧条 这种13Polo再用个数年没压力 我是华强北阿航